大家好,我是小安 欢迎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南瓜人人爱 南瓜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食物 但你知道吗? 南瓜可全身都是宝呢 咱们细数一下 功效好处可太多了 有一个朋友告诉我 他村里有个95岁的老爷爷 姓王 那年他腹胀如骨 吃完饭大便不通 老爷爷先是瞒着儿孙 遭了几个月的罪 最后自己也是实在熬不住 才告诉儿子说 自己身体踏实不行了 儿子儿媳赶紧把老人去医院给检查 花了好几千大元后 医生说是肿块已经恶化 最多王大爷只能活半年时间了 你们也别住院了 带回家爱吃点啥吃点啥 给王大爷准备后事吧 不想老太太回农村老家后 居然吃一种蔬菜治好了自己的绝症 治好为老太太绝症的这种蔬菜 就是南瓜 农村普通常见的瓜类蔬菜 现在距离医生给半年期限又过去了好几年的时间 老爷爷身体还越活越精神 彭言鹤发 成了村里屈指可数的老寿星 为老爷爷这事就成了村里的爆炸新闻了 附近农村的老农民都纷纷效仿老爷爷 把南瓜当成了平时日常必备的食材 南瓜确实富含丰富的胡萝卜素 是超好的养殖油肌克星 国内外大量医学科研资料 同样证实了我们从日常饮食摄入足量的 贝塔胡萝卜素可促进减少 患上两种慢性疾病 及心脏病和癌症的危险 很多人说南瓜是宝 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南瓜一 吃南瓜的好处一 可有效缓解便利南瓜的多种维生素 和水溶性膳食纤维 可以促进身体肠胃蠕动 帮助身体消化 而且所含果胶也是特别好的肠道润滑剂 能帮助保护身体胃肠道粘膜 修复溃疡 适合有慢性胃炎 胃溃疡的人群 二、可帮助预防感冒 南瓜多糖活性物质和大量的维生素C 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 帮助人体比喻流行性病毒引发的感冒 三、护眼护肤 南瓜胡萝卜素能帮助改善皮肤健康 烫衰防皱 对塔胡萝卜素在我们人体内 还可转化成对我们视力健康有益的维生素 四、助眠老年人常吃南瓜 可很好地帮助夜里睡眠 因其富含色胺酸 负责帮助人体制造血清素 这种神经地质有放松精神的功效 可帮助缓解紧张感 同时还可帮助改善心情 因而有助助睡眠 五、具有解毒作用 南瓜它具有解毒的功效 南瓜内含有大量维生素和营养果胶 果胶有很多很好的吸附性 可以粘结和消除体内细菌毒 毒素和其他有害物质 可以起到解毒消炎效果 对我们身体干肾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二、南瓜子也是宝 南瓜子属于坚果的一种 我们可以取出来晒干直接生吃 或炒香了来吃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推荐每日吃大豆及坚果类 25至35克 差不多就是单手拿一把南瓜子的量 吃南瓜子有这三大好处 一、降低坏胆固醇 南瓜子含有化学物质植物滋醇 还有助于降低身体坏胆固醇 进而降低坏心脏病的风险 二、可有效改善睡眠 南瓜子除了是坚果中的蛋白质冠菌外 还富含维生素、钙、铁、磷和蛋白质等营养素 而其含有的色胺酸是血清素形成里必不可少的血清素 还有助于退黑激素的产生 该激素还有助于调节夜里睡眠 改善夜里睡眠质量 三、有效保护男性前列腺 研究中发现 前列腺内含心量减少 可诱发前列腺病电 南瓜子负含心 对于预防和改善男子前列腺急症具有很好的药用价值 三、南瓜藤和南瓜花可千万别丢 一清热去火 南瓜藤和南瓜花可作为食蔬来吃 有清热解毒 消肿散育的功效 煲汤清爽解腻 爽口开胃吃一口就会爱上它 二、祥之减肥 南瓜藤含有特别丰富的纤维素 可以清肠排毒 热量非常低 是一个非常棒的减肥食品 血脂高的朋友称 这些南瓜头对我们祥之减肥非常有效 南瓜这么厉害 有没有被它吓到了 但南瓜也有它的一些注意事项 四、吃南瓜的禁忌 南瓜的功效是特别高的 我们日常都吃南瓜 可是大便通畅 肌肤丰美 尤其对我们女性有美容养颜作用 不过吃南瓜有禁忌 我们在选购南瓜时 相同体积的南瓜已选重量较重 且外形完整 表面无黑点者 煮南瓜时因外皮含有大量的营养 不适合削皮 这样做还可以在南瓜煮得不烂时 保持其口感 煮前如局部表皮有溃烂 或者切开后有酒精味 我们则应先切掉再烹调 一、南瓜加羊肉 羊肉是冬季经常吃的美食 不仅是滋味鲜美 而且还具有特别高的滋补价值 然而 南瓜和羊肉是否能一起吃呢 二者都是热性之物 一起吃后 亦引起身体负账 便利等级 患感染性疾病和发热症状者 不适合吃的 以防我们病情恶化 二、南瓜加醋 醋酸会破坏南瓜营养元素 降低营养价值 三、南瓜加菠菜 南瓜含特别多丰富维生素C 分解煤会破坏菠菜中的维生素C 同样自身营养价值也会降低 四、南瓜加红薯 事实上 红薯和南瓜是可在一起吃的 然而一二者都含有特多的淀粉 如我们一起吃的话 我们就会出现胃胀 矮气等 导致胃部不适 所以不建议同时 尤其是肠胃不好者 更不适合同时红薯和南瓜 其次 在食用该两种食物时 最好有其他食物一起来吃 毕竟二者含有好多的淀粉 干食很容易噎 这使得胃胀富网 乌南瓜加带鱼带鱼属于深海美食 不仅味道鲜美 营养也比较丰富 但却不是和南瓜一起吃 南瓜含有的某些成分 会与带鱼中蛋白质其反应 会使人发生身体过敏反应 严重者甚至还会出现腹痛 腹泻 头晕 昏厥等中毒现象 如我们在食用后出现这些症状 可通过喝牛奶和绿豆汤来缓解 若症状还是得不到有效改善 我们就应及时就医 以免对我们身体造成更为严重的损害 六 南瓜加红枣红枣富含维生素C 为干 性温 多时亦消化不了 而南瓜性温 二者同时 不仅维生素C被破坏 还会加重消化不良等症状 上述的这些食物和南瓜 全部对我们身体有诸多好处 但是我们如果放在一起吃 就会出现副作用 因此 生活在食用南瓜时要注意 有无与其他食用相克 在一起吃时 也不可一次摄入过多 才可有效减少对身体肠胃的刺激 好了 今天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祝大家每天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 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大吉大利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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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